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每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山 在新的十年来临时人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一场巨变已经开始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一场灾难 只不过是一场山火一次旱灾 一个雾中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 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中国在1月21日封锁了武汉 一座超过了1400万人口的城市 人们谴责那些在封城时刻千方百计逃离的人们 但事实上他们为自己终取到了更大活下去的概率 在武汉疫情的爆发期 一个家庭的毁灭 只需要一个星期 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 但这都不应该成为我们轻视病毒的借口 我们依然在聚会 在旅行 在为病毒的扩散提供机会 最终奥曼让每一个人付出代价 为了转移人们对政府监管不利的职责 各国开始引到民粹主意的泛滥 人们开始在网络上互相诋毁污蔑 在现实中开始武装自己 抢购生活必需品 抢购医疗物资 人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生物 我们拥有历史 我们拥有历史 精神和决心 病毒几乎是世界上最简单的生物 生存的目的只有繁殖 两者都在进化的道路上狂奔 但人类不会在今天倒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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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声乐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Ьrum